所以当我们看到了台股 AI点火 连金融股都很抢戏 整个资金派对正全面启动 相较之下 中国股市黯然憔悴了 它成交量居然创下了 十个月来的新低 就连金融业被认为是 最坚固的铁饭碗 也因为资金不够 被迫减薪 最多砍到三成 居然把人逼上了绝路了 没钱了 结果中国出大决 发行十兆人民币的特别国债 这个没有贵金属担保之下 被形容是无毛印钞的策略 一刀两刃 它冒着多大的风险 现在对中国大陆的股民来说 现在整个股市的 一直不断的往下探 对他们来讲压力真的非常大 你光看7月3号的时候 以A股两个指标 互生两个 这个所谓的股票交易市场来说 成交额居然是5803亿的人民币 比前一天 缩了644亿 甚至创下了将近10个月来的 这样一个新低点 那这个新低在大陆说法 有个叫做地量 那你这个新的地量 事实上也发现到说 这也是这个互生两个 这个所谓的股市里面 成交首次未达6000亿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大家就觉得说 你这个股市一直跌一直跌 是不是代表说 你整个的经济状况出现问题呢 你回来看 事实上以彭博来讲 彭博之前就有一个报导讲说 中国大陆的官员上个礼拜在新加坡 曾经跟一些的这个投资人干嘛 你知道 他说我告诉你 稀土这个东西 是非常稀有的这个矿产 而且很重要 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去 这个所谓内蒙这个地方 投资所谓的稀土产业 但是你知道吗 当时还在推销的时候 还有一些这个与会的人 就直接讲说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北京方面 因为你也知道嘛 中国大陆很多是政策之外 还有一个叫人质嘛 那你北京方面 是不是能够真的欢迎 外商投资这类的矿产啊 因为老实讲 像稀土这种 之所以被视之为重要矿产 理论上面来讲 国家应该要掌控 那你如果让外资进来的话 是不是会变成说 你这个掌控权可能会被分走啊 可是你知道这个消息一出来 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想到了什么 是不是所有能卖的就卖 能够换变现的拿来变现 就连稀土这样扣在手里 应该牢牢抓紧的战略物资 都可以拿来趁金趁两的卖呢 所以当时与会的人员 就会担心啊 就讲说 你现在来叫我们去投资 你到最后会不会用 你刚刚的那个想法 到最后不投资了 你知道吗 而且最重要的是 稀土现在是美中之间 还受到出口管制的一个东西 结果你今天跟我招商 你知道吗 当时他们这个中国官员还胸不保证说 没有问题啊 我告诉我们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 为什么跟大家推销 就是因为北京方面支持啊 结果没想到三天之后 北京啊 直接就说 这一些啊 这个所谓的重要的关键矿产啊 要开始进行严格的管理规范啊 那就代表什么 你对外资来讲 你的政策比不上你今天的这个 可能马上就改掉了 所以你看路透就有提到一件事情 其实像这所谓的互生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股市啊 可以使得面对到紧缩的情况哦 这个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中国建设银行就是前几大最稳定的铁饭碗捧在手里 你什么都不要担心的银行 居然这个时候也被要求减薪一成 如果连中国建设银行都要减薪 那其他的银行怎么办 而且这个减薪一成 是所谓的基层的总部员工 如果高层员工 很有可能会面临到更大的这个减幅啊 惨了 那这个其实老实讲 路透社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中国的银行业啊 最近啊 大家他们都一起有在推一个活动 叫做共同富裕啊 什么叫做共同富裕 你就大家一起好业啊 对不对 不是不是 我要你要从一个方向讲 就大家穿着通通在基本上要一样 所以除了减薪之外 之前甚至有金融业也传出来说 要求他的员工啊 你不要再穿这昂贵的服饰啊 还要不要带名表这些 所以其实啊 不是共同富裕啊 是 是大家都在同一条这个水准线 只是这个水准线在上面 还是下面就差了很多啊 所以我们大家很羡慕的 金融业的天之娇子 天之娇女 现在也开始要被割韭菜了吗 你知道吗 其实啊 这两天的时候啊 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网名里面 就有一个新闻一直被流传 是 7月30号的时候传出啊 中金公司有一个 30岁的女性员工啊 他呢 其实老实讲啊 他选择了这个 这个伤害自己的生命啊 那我们还是 还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有什么事情 要寻求协助 可是你在画面上面 所看到的 事实上呢 当时的网民啊 就在讲说 他之所以会选择 这么极端的方式 是什么 他说呢 因为他被降薪啊 那他之前在上海的外滩 这个地方啊 买了房子 那老实讲 他应该是经济 有一定的这个基础 结果没有想到 一些的这个讯息啊 这个传出来之后 居然发现到 他很有可能是因为被减薪之后 还不起房贷啊 所以呢 他后来觉得说 他真的没有办法 你看他老公也被降薪啊 什么什么都被降 这个薪水都被降掉 所以他整个的精神状态 还有整个的那个经济环境 非常非常的糟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新闻啊 居然上了微博热搜 那就代表什么 老实讲啊 这对很多人来讲 可能不是一个新闻啊 可能跟他切身是有关系的啊 结果啊 现在中信总部的员工 也出来爆料 他就说什么 他说呢 这公司现阶段确实存在有降薪的情况 而且呢 刚刚是讲说 是不是要这个 这个降薪 减薪差不多一成 对不对 没有哦 我告诉你哦 因为以中金公司的人来讲说 他说有一些的工资比之前 叫做什么 打三折耶 那不是夭杂 那你已经打很多很多折了耶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整体的状况来讲 包含路透社四月的时候 也引述了 也做了一个报道 他就讲到说呢 中金公司其实大幅去削减 所谓员工的薪资 基本工资降幅 居然达到了25% 25%这样一个比例 甚至呢 影响超过2000人左右啊 所以我们从中国建设银行 中金公司 现在一路看到了中金公司 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减薪耶 而且以路透社来讲 他这个报道里面 你说他干嘛针对中金 没有啊 他报道里面还提到说 像中信证券呢 也要调整啊 这个所谓的20%左右的薪资 而且是往下降 还有中信建设之前啊 其实在年初的时候 已经调降了20%的薪资了 结果现在可能还要再往次 再次的这个往下调 包含到中原证券 还有国泰军安这些啊 他们薪资下降的调幅 也超过将近在10%左右啊 所以现在没钱 没钱怎么办 要找钱啊 再来给大家看到是 这个真是一刀两刃 人均带我们来解读 中国初大学发行了 在没有贵金属的担保下的 10兆人民币的特别国债 这一手出去会有多大的风险 其实每一个国家的这个货币要稳定 就来自于严格的这个所谓的掌控啊 那你不能够说我今天没钱 我就开始去印啊 所以我们一般像我们这个中央印制场 有很多是什么 我的这个旧币要收回 收回销毁之后 我的新币再推出啊 你不能打坏现在市场上 你的货币的整体的流通的状态 结果没有想到传出说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说 要发行10兆人民币特别国债啊 那这个10兆换算成台币 差不多是44兆左右 将近45兆这样啊 但问题是呢 现在专家就讲说 如果你今天在过去 你要发行这个所谓的特别国债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它的这个计算的方式嘛 但是居然专家认为说 中国很有可能执行 所谓的无毛印钞的策略 什么叫无毛印钞呢 也就是呢 你在没有任何 比如说实际价值 或者贵心组的支撑上面 我就决定就是说 我今天有缺 我就直接给它发行 去弥补这个洞 可是这样一个发行之后 会变成什么 你的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会太多 那你太多 你又没有足够的支撑点 去支撑这个货币的价值的时候 就会有可能变成什么 第一个通货膨胀 第二个货币贬值 甚至有可能会产生金融风暴 今天一开始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现象面 第一个看到是金融业 再来制造端呢 中国不是被既以全国的厚望 国运要转股就是电动车 电动车用力的制造 用力的赚钱 用力的输出 问题不就稍稍能缓解了吗 但问题是前几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提到说 中国大陆现在好多车厂 他们开始销架竞争 这就来自于 事实上您刚刚特别提到说 中国大陆以前传统被称之为 叫做世界工厂 但是彭博社的官场 他就认为说 世界工厂这个名词 在中国大陆已经退色了 现在中国大陆最大的经济威胁 是在它的内部的部分 而不是在外面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回来看的时候 你刚刚提到汽车产业 事实上汽车产业 其实中国大陆的 这个所谓的产销方式 对其他国家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齐瑞汽车 齐瑞汽车之前 他们实施一个 所谓的896的一个制度 也就是早上8点上班 晚上9点下班 一周要工作6天 当时这个很多人就决定说 天啊你这个制度 对劳工来讲也太狠了 对但没有 他说你现在还包含到 每个月每周加班 至少20个小时 还没有加班费之外 你整个月的工时 居然超过300个小时 最后你一定会想说 我做这么多 我把你车子做出来 我拿去卖 你卖了赚到钱 应该会分我吧 没有哦 他的员工月薪 最后只有领到 4800块的人民币 如果换算成他的时薪的时候 一小时才72块 那我就问你了 今天如果一部车一部车 卖得出去 我老板赚得了钱 你为什么没有往下分呢 我认为他是整个工需的部分 大概就出现了一个失调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你说他要往下分 老板也会讲 我就贪不多少钱了 我是怎么办理嘛 所以大家都不断的这个销价竞争 还包含到说呢 你看他们之前啊 做这个所谓的2024年的销量目标达成率 你如果这样看起来 比亚迪跟吉利 现在被人家认为说 他的车辆做得非常多 而且价钱其实都比较便宜的 你看他的达成率也才多少 比亚迪也不到五成 那你其他的看起来 这个表上面你看起来 几乎都没有达到五成 所以模范生卖最迅猛的比亚迪吉利 都五成不到 可是今年已经过一半了 那我怎么能够期待全年能达标呢 你知道他们之前在拼什么 拼价格拼技术拼行销 结果没有想到 你这样达成率不大 好 原先大家都会讲说 没有我告诉你 他们忘记在哪里 九月十月 所以他们以前车市有个讲法 叫做金九银十 意思是这两个月车子会卖得特别好 但问题是 如果你这两个月就算能达标 你上半年的目标都没有达到 你看像未来 未来才38%而已 小米才21% 你的达成率 你怎么去弥补之前的那个状态呢 为什么严重没有办法达标呢 你看到彭博已经告诉你了 中国经济对待威胁在内 为什么 来 答案在这个地方 上个月的整个销售跌了8% 跌了8%已经是连续三个月的衰退 这说明什么 他自己内部撑不起啊 所以你看到画面上面 有好多这个所谓的4S店 经销商店 这些很多都开始陆陆续续倒闭了 所以不只是彭博看到这个状况 连高盛 高盛现在也警告说 我们一开始不是提到说 他的股市开始跌吗 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他跌就是我进场的好时机啊 所以他现在跌的都未来我的利多 没有 高盛现在警告说股市跌多不是代表利多 他警告说不要投资中国 为什么因为很简单 刚刚提到的都是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他正出现了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状况 可是这个状况有可能会变成危机 因为呢 以前以这个所有的国家来讲 你如果要讲这个经济成长的支柱 大概就是第一个房地产 第二个就是你的基础建设 这个都跟内需是有关的 第三个就是你的出口的这样一个品项 还有你的出口的这些 这个所谓的产值 但是呢 这些东西呢 中国大陆都已经呈现疲软的状态了 你看他房地产一直在跌价 对不对 我们现在讲说不是砍四成 有人讲说不对不对 要砍五成左右才能够符合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像稀土这种东西 你的政策制定 你没有明确性 今天告诉你说 我奖励你外资来投资 三天会跟你讲说 不好意思我开始要紧缩 那你这大家演一场戏吗 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经济数据 每一个城市都不一样 也就是你知道我曾经 曾经做过一个比较的报告 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各省市的GDP 这边加起来 居然超过他整个全国的整个GDP 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全国GDP不是各省市场 所以他们在经济数据上面 各自都 各吹各得掉 讲自己的这个方式 那对于外资来讲 他当然会担心就讲 我怎么知道你今天 给我的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呢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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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